三十年 可以 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韩丽听了这话 非但没有露出不满之色 反而目中金光一闪 不加思索地一口允诺下来 多谢前辈成全 目配灵见韩丽答应得如此痛快 反而微微有点恶然 随后大喜 过两日 我会正式告诉本宗的其余两位长老 正式收你为妾 不过既然三十年后才会与我双修 我会在三座紫峰上 开一座小些的分洞府 你可以暂时在那里修行 平时有空的话 我也会去那里指点你一样 是 佩令一切都听前辈吩咐 以后你是我的侍且 就不必一口一个前辈的叫了 称呼我一生公子即可 我也只有二百余岁 相比上千年的寿远来说 倒也算是个年轻人 韩力神色一缓 似笑飞笑 双目重新打量了一番艳冷女子 有些肆无忌惮 还隐隐含有一丝欣赏之意 遵命 公子 你回去收拾一下吧 挑选一座紫峰 开辟洞府 这是附近大阵的禁制令牌 戴在身上就可以随意进出 等一切安排妥到 我会给你施下禁神术 那时才正式成为我的妾室 不过扯话说在前头 我不管你以前有什么心上人或者如意郎君 既然做了我的事切 虽然一切要断得干干净净 若是还藕断撕连 有所来往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现在若是反悔 倒也还来得及 佩玲自小进入宗内苦修 一心扑在修炼之上 怎会有心上人 而且 小女子竟然决心已下 就绝不会朝三暮四了 穆佩玲想都没想 束手一伸 轻巧地收起了玉牌 韩丽文言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换出了一只巨猿傀儡 让其带着穆佩玲离离开大厅 见到这傀儡 此女眼中闪过亚瑟 既惊讶这傀儡似乎非常厉害 心里也疑惑 当日的白衣婢女 为何不见了踪影 不过她也知道 有些事情忌讳深探 故而乖巧地没问分好 跟着傀儡出了洞府 主人既然想收此女为妾 作为惩戒 为何还答应三十年之约 莫非主人另有打算 一等艳冷女子离去 大厅看似无人的一脚 一阵模糊 走出了音乐 此时 她已经恢复了白狐的形态 打算当然有了 其实此女就算不说 我也不会在结单前 动气分好 咦 这是为何 白狐一下跳到了 韩丽身前的桌子上 一对乌黑的大眼珠 滴溜溜地乱转 配合一身洁白的皮毛 显得可爱之际 韩丽见此微微一笑 似乎心情不错的样子 她没有马上回话 而是从腰间摸出了一块 粉红色玉剑 放在了桌上 你还记得 当日我从那六道少主身上 得来的这个除袋吗 这玉剑 就是我从中找到的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里面记载了多种 魔道的双修功法 银月文言一正 低头看了看这玉剑 又抬手瞅了韩丽 脸上现出了一丝遗色 她知道韩丽既然拿出此物 肯定会与解释清楚 果然 韩丽用一根手指 在粉红色玉剑上轻浮一下 此玉剑记载的其他秘书 倒也罢了 虽然比平常双修之术强些 但也不会胜过太多 唯独里面记载的两种秘书 实在是非同一半 一种是引龙诀 只适合杰丹七修士 可以让杰丹修士 不断采取资质特殊的女修 真因缘精 从而修为突飞猛进 不过 秘书对女修带有一定的损害 会让女子损伤不少元气 故而使用此功法的男修 身边嗜切女子越多越好 当日见到那位六道传人 身边拥有众多助击七女修 应该是修炼了此功法才是 否则她就是资质过人 也不可能如此年轻 就修炼到了杰丹后期 她可没有催修灵药的神秘小评 而另一种秘书 叫巅缝陪员工 则是专门针对 原因其修士的一种双修秘书 这种功法与引龙杰相反 是让拥有除子身的杰丹女修 先修的 等着女子将此功法修炼至高深处 然后让男修施展秘书 就可在夺取女子原鹰的瞬间 来强行突破修为上的瓶颈 当然 这也要女修的权力配合 并且此女修 并不能太低修为 引龙杰 巅缝陪员工 真有如此厉害的双修之术 不会夸她其词吧 我开始呢 和你想法一样 以为如此厉害的功法 怎么可能一点没有听过 不过后来 我在两种双修秘书的最后 分别看到了创立这两套功法之人的名字 心里立刻信了七七八八 那倒是 你想得不错 这两种双修秘书 就是那位六道吉胜创立出来 此人既然进入了原因后期 并且号称乱星海 魔道第一人 这两种秘书自然是非同小可 大有效果才是 否则那位六道传人 就不会放在储物袋中寸步不离 主人的意思 让此女修炼 的确 我是想让此女结单后 先修着巅缝陪员工 然后等到我修炼至瓶颈时 就可以一试 毕竟进入原因后期 就没有那么多丹药辅助修炼 修为精进自然慢得可怜 只看原因修饰中 十有八九都是初期境界 能进入中期寥寥无几 就可知原因后期 突破瓶颈的艰难 因此 不管此种方法真假 我都要尝试一番 可惜按照上面所说 这种利用双修之术 突破瓶颈的方法 只是第一次有用 后面再使用此秘书 就没有用了 当然施展此秘书 对女方来说 也有一定的增益 只是没有难修 受益如此大把了 否则 你与我真会闲着没事 收此女作为侍却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真以为主人 元英杰成 就色心大气 准备广大窃视呢 音乐仿佛大松了一口气 轻笑着说道 韩丽听了 面线不置可否的神色 虽然我会在此女身上下了近神术 但洞府内的一切隐秘之事 先不要让其知道为好 近神之术虽然能让我掌握此女的生死 但人心叵测 并不是对此女好 此女就一定会感恩戴德 我宁愿以小人之心 先看待此女 也不愿稀里糊涂被人背叛 这位牧师叔是个聪明的人 但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若真心跟了我 并没有其他异样的心思 我也不会亏待此女 会助她修为精进 毕竟别的丹药不说 低节丹药我有的是 而你精通顿数 平常无事的话 就替我多留意下此女的举动 是的主人 我会在你闭关修炼之时 专门留意此女的 嗯 这就行 想必三十年应该足以看清一个人 希望此女不要让我失望 韩丽难难地说道 但说到最后一句 声音变得低沉起来 几日后 当穆佩玲再次上山时 韩丽给其施下了禁神术 并且赠送了一些助击期的丹药 此女恶然之际 满面惊喜 玉戎如同百花绽放 艳丽无品 对韩丽完全一副小鸟依人的功顺模样 看来真以嗜切身份自居 韩丽收窃之事 引发老者二人 知道以后 前往恭贺 并且还各自赠送穆佩玲一件顶结法器 韩丽对此默然一笑 自然客气地代谢了一番 从此以后 穆佩玲就在 在韩丽主风旁边的紫风上住下 并在韩丽的指点下 开始吞食丹药 闭关苦修 韩丽自己则时不时地 到银发老者二人洞府 虚心请教 元英妻的修炼之道 而这二位 洛云宗长老 存着真心接纳 韩丽的心思自然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让韩丽实在受益非清 她深觉当初的选择 明智之计 数月之后 药元内灵眼之术 开始流出唇叶 韩丽自然大喜 她急忙按照 从批发修士那里 得来的配方 将其调制 炼制成了明清灵水 以韩丽的炼丹之道上的 大师造诣 调配这种灵水 虽然开始失败过几次 但成功一次之后 就立刻掌握了诀窍 后面自然是轻而易举之事 如今在丹世中 韩丽把玩着 刚刚调好的一小瓶 明清灵水 两眼神光闪动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但不久 脸上决然之色闪过 单手将瓶盖打开 另一只手轻光闪动 一团碧蓝晶莹液体 从瓶中自行飞出 向韩丽额间 慢慢地飘去 等到了韩丽眉宇间 数寸之时 此团灵水 却木然停了下来 浮现在那里一动不动 韩丽两眼半眯着 盯着灵水 默不作声 但片刻后一张口 一小片青蒙蒙霞 霞光急射而出 一下照住了眼前之雾 拳头大小的灵水光芒闪烁 两道纤细如发的蓝丝 从霞光中 木然射出 一闪即适地飞入了 韩丽的双眼中 韩丽顿时觉得双眼一热 随后冰寒刺骨 双眼紧闭之下 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韩丽不及多想 盘地而坐 运气吐纳起来 顿时木中的冰寒质感大减 这时若有人在韩丽面前 就会发现 韩丽和尚的双眼上 不知何时浮现起了一层 淡淡的蓝光 微弱之极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这股寒意才渐渐从双目中退去 韩丽长出了一口气 眼皮跳动几下后 睁开了双目 随后下意识地四下瞅了瞅 一丝疑惑之色在脸上闪过 真的没有改变吗 难道一丝效果都没有 韩丽又眨了眨眼睛 不过他低头想了想 一抬头 灵力往墓中猛然灌去 眼珠深处 顿时蓝芒一片 咦 韩丽不禁轻呼出声 只见对面有静致的静视墙壁 在他目中变成了模糊的淡蓝色 他一惊之下 心神一散 墙壁又恢复如初 怪不得 三派结单以上的修士 对此灵水不感兴趣 光这一点点近似没有的穿透神通 的确无人能看上眼 好几种辅助法术 都能做到比此数强得多的效果 不过 那是只清洗双目一次的情况 若每隔半月就用灵水清洗一次 不知时间一长 双眼是否会具有何种神通 还真是有点期待啊 韩丽望着仍漂浮在眼前的那团灵水 心里暗自想着 接着他没有迟疑 再次施法 重复同样的清洗步骤 这般多的灵水 足够十余名修士 都洗上一次双目了 如今韩丽修为深厚 用的虽然多一些 但也要数次才能完成 等将灵液全部耗尽 韩丽双眼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有施加灵力在双目之上 蓝芒才会瞬间浮现 透视尽致的能力 似乎也没有显著提高 韩丽并没有因此沮丧 反正来日方长 他有的是时间 让双眼慢慢地见举神通 第二日 韩丽和银月说了一声 就进入了闭关室中 将当日记载清源剑绝的今夜取了出来 说起来此剑绝共有十三层 才是完整之极的一套功法 上面的神通 也依次从清源剑芒 护体剑盾 剑影分光术等威力 剑增了起来 前两种倒也罢了 除了使用起来方便一些 随手可用 威力实在不怎么样 至于第三种神通 剑影分光术 韩丽还是比较满意的 别看好几次使用这种神通 都没有获得立即剑效的克敌之胜 那是因为对手太强了 所以才体现不出此剑绝的威力来 他相信 对手若是和他差不多修为的普通修士 根本无法招架数百剑光的团团围攻 转眼间就会被乱剑分尸 现在他可以修炼第十层的剑绝 他自然可以修习剑绝的心神通了